知乎上有个问题,什么是社交最大的灾难,有个高赞回答一针见血,交浅延伸,把自己全盘暴露在他人眼中,贪婪无度,不择手段满足自己的私欲。 我们常说人际交往是一门学问,有人如鱼得水,找到志同道合之人,从而互惠互利变得更好。 有人误入歧途,结交道貌黯然滞留,让人生陷入被动的境地,虽说世上最难测的是人心,但时间久了总会露出马脚,忘恩负义之人身上有这四个特征,一定不要深交。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肖默国学,点个订阅不迷路,带你领略更多的国学智慧,自私自利,永远利益至上。 忘恩负义的人,最大特征就是自私自利,永远以自我利益至上。 有利可图时,对你笑脸相迎,无利可取时,则会翻脸不认人。 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比得过自身利益。 作家夏木树时,有段话,精准刻画了这类人。 世上没有像母子刻出来一样的恶人,平时大家都是善人,至少大家都是普通人。 然而,正因为一道紧要关头,就会突然变成恶人,所以才可怕,所以才不能大意。 大千世界里 很多人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存之道,但生而为人,无论何时,都要有一定的原则和底线。 复杂的人际交往中,如果选择做极端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到头来只会自食恶果,被他人唾弃和远离。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喜欢戏剧的商人,买了一块边缘之地,建了一个豪华的剧场。 起初很多人不看好他的行为,认为不久就会倒闭。 谁知剧场开幕后,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在附近开店营业。 大家几方配合下,形成一个商圈,都赚得盆满钵满,也带动了周围百姓的生活。 本是互惠互利的好事,但时间久了,商人夫妻俩认为自己家是发起者,但到头来却最吃亏。 因他们只有一家剧场,每年只能收取剧场租金。 眼红的夫妻俩一合计,打算关闭剧场,建综合性大厦,做餐饮垄断生意。 因最初剧场的成功,他在当地商圈有一定的威望,很多投资者都会把他当朋友询问投资相关。 而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隐瞒了剧场即将关闭的消息,还鼓动大家继续投资。 后来剧场关闭打得所有人措手不及,也造成人流骤减,房价下跌,众多商家被迫关门。 这块商业宝地没过多久就没落了。 他为一己私欲,不顾大家死活的做法,使得曾经的那些商圈朋友都纷纷拉黑了他。 而此时债务缠身的商人才意识到,这块荒芜之地能有如此繁荣的发展,离不开任何一个投资者。 只有大家互利共融,才能保持长远发展,而自己的自私自利,精致利己,最终吃了大亏。 刘厄先生说,人人好功,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 人有私心无可厚非,但在复杂的社交场合。 还是要有一定的原则,否则到头来,害人害己。 一位只顾自己的私利,不顾他人和集体的人,还是要趁早远离。 假人假义,心狠嘴毒的人。 在自然界,外表越是美丽的植物,毒性越强。 在人类社会,也有这样一种人,看似良善,总把都是为了你好挂在嘴边。 实则背地里事事都在算计,与人相处,时时都有心机。 俗话说得好,人可以精,但不能阴。 假人假义的人,从来都不把良善作为出发点。 善良对他们来说,只是与人相处的筹码。 他们善于把善良当成武器。 用道德来绑架别人。 要知道,真正的有道德感的人,不会限制别人的行为,只会约束自身。 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真正良善的人,只会低头看脚下,从不把自律挂在嘴上。 做人,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总习惯于道德绑架别人的人,本身就是丑恶的。 贪婪无度,底线毫无下限。 杨将先生曾说,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 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 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适当的欲望,可以让我们不断奋进,从而变得更好。 过度的贪欲,则会腐蚀我们的内心,激发我们的邪念,从而成为利益的囚徒。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胖老头年事已高,因生病双腿不能自如走动,因此情绪也不稳定。 儿女都在国外,就远程托朋友给老父亲找护工。 但因老头要定时理疗,需护工背着上下楼,之前找的护工都没干几天就因承受不住老头的脾气和体重,纷纷辞职。 后来,有个叫小张的护工,因早早辍绝打工,还有过聚重斗殴的拘留前科。 很多雇主都不愿意用,虽然小张之后改过自新,工作尽责,但人的偏见就像一座山,他求之屡屡碰壁。 就在这时,没人雇佣的小张和找不到雇工的老头,就在熟人的介绍下认识了。 适用期的小张,很尽知尽责,时间久了,老头也很信任小张,每月除了工资,经常还会额外给红包表示感谢。 就这样,小张一天三餐用心照顾着,只要有需要,小张事无巨细都会办妥。 老头全家也打消了一律,很感谢小张的用心照顾,对他工资不断涨,礼物也是,随时送。 欢迎订阅肖木国学,一起阅读国学经典,品味人生百态。 看似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有时人性就是这么不可测。 当小张意外得知老头年轻时是个房地产企业的领导, 他的贪欲就悄无声息地膨胀了,已经不满足于平时顺手牵羊拿老头家里的名贵补品。 他的目的就是忽悠着老头将这套房子过户给自己,反正儿女都在国外,此时的他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基于老头的信任,他甚至会帮忙银行处理股票基金方面的事。 一段时间后,小张觉得时机到了,就着手进行房屋过户流程,但好巧不巧被老头的侄子发现问题报了警。 真相大白后,小张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也追悔莫及。 在老头的陈述中,一年时间相处他很满意小张的做事能力,让他一个孤独的老人感受到了关怀和温情。 原本他打算明年将自己另一套房子无偿赠送给小张的。 但谁知,现在是这个局面,小张辜负了信任,也毁了他自己的人生。 正如老话所说,人心不足舌吞下,人的欲望无穷尽,不及时制止,就会迷失自己。 最终自取灭亡,与人交往,切记贪念至上,唯有真心换真心,才可收获长久的关系,美满的人生。 怨天尤人,从不反省自身。 事说心语,有一则故事。 从前有个书生,心地善良的他,每天都会给家门口的乞丐三个铜板。 后来,书生成亲了,虽然他并没有义务要继续给乞丐铜板,但基于以往的关系。 他还是每天就给乞丐一枚铜板,让他解决温饱问题。 对此乞丐很疑惑,也很生气,问书生为什么少了两块铜板。 书生说,自成亲后,家中开支激增。 无力承担额外的支出,所以就少了。 没成想乞丐听完,勃然大怒,给了书生一个耳光,骂道, 你居然拿我的前养女人。 虽然故事让人啼笑皆非,但想想在现实中,这种只顾自己,从不顾及他人的人,却大有人在。 正如古语有言,生米恩,斗米仇。 不懂感恩的人,比狼还可怕,这类人欲试从不会反省自身,只会道德绑架他人。 郭德刚曾说过,我不怕自己没能耐,我怕的是,自己以为有能耐。 以为自己有能耐,所以把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人。 以为自己有能耐,所以将生活的不行都怪罪给他人。 以为自己有能耐,所以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生活中很多人不敢面对自己的失败,总将原因归于外部的种种来为自己开脱。 殊不知,这样的人永远不能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那么也自然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成就。 反之,层次越高的人越善于反省自身,越感恩获得的一切,从而不断改进获得成功。 我们常说,人的能量场是会转移的。 与负面能量过重的人在一起,情绪会越发压抑。 越爱抱怨,从而将自己的人生沉溺在过往的痛苦中,不能自拔。 在人际关系交往中,无论是熟识之人,还是陌生人,遇到这种只会怨天尤人的人,极早远离。 丰子凯说,节有道之棚,断无意之有。 人生一世,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有的成为至交好友,有的成为陌路过客。 与谁相交,其实到头来看重的还是一个人的人品。 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了私利,贪念和抒发怨气,成为忘恩负义之人。 最长久的关系,都是以心换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良事。 交易友,成就更好的自己,欢迎订阅肖慕国学,一起阅读国学经典,品味人生百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